7月24日举行的国际拼联澳大利亚公开赛,24日、25日将进行资格赛,26日至29日将进行正赛。 国际拼联从7月28日将直播进行的混双决赛,男女单打四分之一比赛,男女双大比赛,球迷们可以通过中国体育直播TV收看,以下比赛时间都已经调整为北京时间。 1.2018年7月28日比赛8点女子丹打1次决赛8点50分,女子丹打4分之1决赛9点40分,男子丹打4分之1决赛10点30分,男子丹打4分之1决赛11,20男子丹打4分之1决赛12点10分男子丹打4分之1决赛13点混合双大决赛,随后进行颁奖仪式16点30分。 女子丹打5分之1决赛夏尚,女子丹打5分之1决赛13点10分男子丹打5分之1决赛18点10分男子丹打半决赛赛、2021年7月29日比赛15比30女子双打决赛,随后进行颁奖仪式16点20分男子丹打决赛,随后进行颁奖仪式17点10分女子丹打决赛,随后进行颁奖仪式18点男子丹打决赛,随后进行颁奖仪式18点男子丹打决赛。 三、国评参加人员。这次澳大利亚公开赛是白金赛时,国评高度重视派出全部主力和非主力人员,马龙、樊振东、张继科、丁宁、刘诗文等全都参加。 一、男子单打十一人,马龙、樊振东、许欣、张继科、临高远、王楚清、薛飞、方博、周宇、延安、周启豪、二女子单打十人,丁宁、刘诗文、朱宇、玲、陈梦、王曼玉、孙英莎、陈杏桐、顾玉婷、车小溪、丽嘉义三、男子双打、两队、马龙、许欣、樊振东、临高远、四、女子双打、两队、 丁宁、王曼玉、刘诗文、朱宇玲、五、混合双打、两队、林高远、王曼玉、王、楚清、孙英莎四、日本队参加人员日本队,好像一直很重视国际拼联组织的比赛,这次也是全部主力阵容。 一、男子单打十一人、丹宇孝熙、张本志和、水谷笋、松平建泰、吉田雅吉、上田人、吉村真行、大岛幼哉、森园正宠、吉村和红、宇田氏姓、二女子单打九人、石川家纯、平言梅宇、一藤美成、左藤童、早田西那、长崎美佑、大藤沙月、严间珍稀、墓园美佑五、 观看提示除了国际拼联、肯定直播的上述比赛场次,爱以往经验中国体育直播TV将采取7月24日、25日资格赛会员直播,26日至29日免费直播的方式,直播所有场次比赛,CCTV5将会直播29日的几场决赛,心情好还也有可能直播28日半决赛,供球迷们参考。